大家好 好 那哥就先幫我講一下 我們最經典的棒球賽 你覺得是每一次最有印象的那一次 肯定是2013年的那一年 因為那一年我們中華隊擋進了八場三兩 我們在台中中氣球場我們對戰韓國隊 那結果那一場比賽我們一路領先 到第八局的時候呢 被韓國隊給超前 那落敗沒關係我們依舊是晉級了 不過因為那一場比賽的落敗 輸給韓國隊才有最經典的主播徐載元 喊出了那一句好想贏韓國 這是第一個非常印象深刻的比賽 到現在這個slogan都還在用 WBC世界棒球經典賽即將要開打了 會有荷蘭、古巴、巴拿馬和義大利這些國家隊 來到我們台中洲際球場比賽 有鑑於上一次世界盃足球賽的時候 很多身邊的朋友或網友都在問我說 今天誰會贏誰會贏 那運動彩券要買哪一隊 所以乾脆在開打之前 我先來幫大家做個預測 那中華隊的第一場比賽 他要對上的是巴拿馬的球隊 巴拿馬你知道嗎 嗯 很多人對巴拿馬這次球隊的都非常陌生 到我錄影的這一天 中華隊的情收小組 都還說巴拿馬的狀況都很不明朗 那沒有關係 既然要幫大家做預測 我就來做一點功課 今天中華隊喔 剛好在新莊棒球場有熱身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整個中華隊的球員狀況如何 整個啦啦隊的狀況如何 觀眾朋友的熱情度怎麼樣 那我們就進去看一下 可以嗎 好 好 我們今天中華隊排出來的陣容 都是以旅外的選手為主 我們就來看看呢 他們應該還在找一個最適合的一個隊型 來看看這些選手表現得如何 太遠距離了 台灣第一球的風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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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沒有 沒有看到張毓 확 超級有力的 大聯盟的就是不一樣 喔 我覺得看得出來喔 中華隊的火力是非常好的喔 Lite 一般將打線在這幾局都有發揮 安打一直接著一直 但是因為這只是暖身賽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好好去了解到 如果說明天要正式比賽的話 到底這些選手前一天晚上會做些什麼 我們是不是可以問得到中華隊的選手 我來問問看 請問一下你們在比賽的前一天 你都如何放鬆自己 自己都在幹嘛 我上個我會玩很好 我要放鬆我的肌肉 然後再去做一些放鬆的事情 聽個音樂 看一部電影 讓自己靜下來 其實我比賽前一天會比較希望睡飽 然後吃好睡飽比較重要 然後我可能還會泡澡 讓自己的肌肉放鬆 那你在比賽的場上當中 心裡面都想的是什麼 如何專注贏得比賽 我都是在想我的動作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 要怎麼邊接起 在場上的話其實也不用想太多 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但主要如果突然想到說可以怎麼樣 讓對手不舒服 那我就會比較有信心 我練習可能是一月或兩月 或者十個月 我必須要記憶到每一分鐘 我練習 因為我練習很困難 然後我必須要去 我必須要注重新 那總會有落後的時候吧 落後的時候你在想什麼 年輕的時候會緊張 可是後來想想 我們只要不失誤 對手一定會有壓力 然後想一下 有沒有機會讓 我哭出 哈哈哈哈 其實我會期待對手失誤 哈 有時候會有這種心態 但是大部分還是 希望自己可以盡量做到完美 我們可以控制自己 但我們不能控制別人 對 所以盡量把自己能做就做好 如果我失去點擊 我會嘗試 降低 然後重視 然後找出方法 去贏 改變我的方法 如果我攻擊 我需要想要攻擊 不只是攻擊 有的時候真的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呢 就是會跟隊友 或是跟教練講一下 欸我這個動作我 很緊張 我應該要怎麼做比較好 其實我們都是要怎麼做 那就是尋求一個慰藉 那你現在的時候一定會有 觀眾席有很多人在幫你加油 不管是親友或啦啦隊 你是聽得到的嗎 我小時候其實很害怕 但長大我就比較不專注在那裡 比較像是去表演 就是在小巨蛋 真的有人在幫你歡呼的時候 那真的會很爽的 超爽的 然後你越得越多分 然後全場在鼓掌的時候 那真的很了不起 這時候人們都說加油 外面 他給我加油 加油阿摩加油 我能夠力 我能夠力 我告訴我 阿摩 我現在放棄了 現在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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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失敗 我明白 因為背後 有更多人支持你 然後讓你第一名 OK 大家好 我是 中華語球男雙代表 宇嘉賓 我是中華跳水代表隊選手 林雲蒂 大家都覺得 以上都不是我們 WBC中華城棒隊的隊員 那沒有關係 我覺得呢 只要是曾經代表過 我們中華隊的球員 他們的心態呢 我想應該是大同小異的啦 面對到挫折困難的時候呢 如何呢 調整心態去面對這些挫折 我想以上這些訪談呢 也可以讓我們現在正在休息 正在準備明天比賽的 中華隊的隊員們 參考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真正來訪問一下 跟這一次WBC有關的人物 而且他們是受到全世界矚目的 甚至矚目度比球員還要高 哇 我們來看看 他們準備好了沒有 嗨 我是一屁 嗨好 我是萊萊 請問一下明天要比賽了 那你們都準備好了 沒錯 都準備好 完全準備好 當然準備好了 因為我們前面有熱身賽 其實大家已經上手熟悉了 所以到正式比賽來的時候 大家完全就已經準備好了 熱身賽你有跳到 我有跳到 那你覺得這個整個球場啊 這個觀眾啊 給你們的回饋反應是什麼 超好 一起來一起來 台灣小跳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一起來 就是大家超級團結 然後有時候 像是比如說我們有對樂天跟對兄弟的 但是呢 在樂天跟兄弟的那個球員們 還是會忍不住 跟著美琪跟中華隊加油 因為大家都是一家人 大家重職一家親嘛 對 整個項上那個氣勢 Rap 是我第一次跳國際賽 所以其實我很興奮 然後那時候熱身賽的時候 我覺得 哇 那感覺 好激動喔 尤其是跳就是 里外的球員 還有別隊的球員這樣 啦啦隊的關注度 比球員關注度還要高 你們心裡面的感受是什麼 我覺得也沒有到高過於他們 因為我們是不同的領域 就是可能他們就是 否體育那邊的 但可能我們是一些場邊的娛樂 不一樣的領域 我覺得就是 有好的部分 也是會有不好的部分 就是好的部分 就是大家可以注意到 其實拉隊是一個球場 很重要的角色 不好的地方就是呢 大家有時候太關注的時候 我也是會蠻害怕的 大家冷靜 冷靜冷靜 欸 那球員明天如果要比賽了 你可以帶我們進去看球員 阿換我可以借你穿 啊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啊 那你打電話問一下那個汗穿的人 欸 瓜哥要去 有沒有位置這樣 好 再麻煩一下啦 對 說瓜哥不要說我 對 這樣就可以了 他可以去你就可以穿 對啊 我只是告訴大家 這是不過的 要自己去買票 或者是買拉隊的制服 哈哈哈哈 總結了以上所有 許多不相關的防疫跟報導之後 明天正式要來開打WBC世界棒的經典賽 第一場比賽對上巴拿馬 我認為中華隊應該也會打得非常的辛苦 畢竟這一支中南美洲的強悍的球隊 即使他是資格賽末端般打進來的 但是他還是有一些實力在 甚至還有一些在3A 還有大聯盟的球員加入這個球隊 我覺得要預測真的不好預測 中華隊會贏吧 即使是贏得辛苦 反正最終的目的是要贏球 期盼中華隊可以前進8強 打到美國去 大家一起來為中華隊加油 我們一起為中華隊加油 中華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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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是可以問得到中華隊的選手 我來問問看 我問吧 來啦 啦 啊 附近 啦 唯榮 陳 角逼 野 Strate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